歡迎收看新台灣星光大道 陳志忠看起來是 堅定要選立法委員 他申請的這個社會勞動議 已經準了 而且什麼 地點是什麼 要是隱密不受擾的這個地方 剛剛蕭若已經講了 大家可能到時候會檢驗說 這個到底有沒有特權的成分在裡面 第二個 我打個岔好不好 大家看一下我手上的照片 這個女生大家就認得了 這個是世界級的名模 叫黑珍珠CANBELL 他之前就是服務社會勞動 他的專長是什麼 他的專長就穿很少走秀給大家看啊 他可以說我的專長就是這個 所以我要隱密的方式 然後我走秀給你看嗎 有這種事他的社會勞動 雖然他每天都還是給你穿的 穿的Chanel 穿Gucci 穿Prada 穿得很漂亮 很奢華 去給媒體拍 可是他就是在那邊勞動 他就是給你少水溝 他就是給你做公共服務 他就是在大太陽底底下 幾個小時就是幾個小時 沒有一分一毫的折扣 這是法律 法律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可是不是很清楚講啊 這個地點是什麼隱密不受 你可以隱密 但是隱密基本上都還是在 村里長的監督之下 你可以盡量不要說讓媒體去騷擾他 讓他當作是一場秀 可是基本上面他就是應該服一般社會勞動 服的那樣的一個 他現在司法單位是顧慮到說他的知名度啦 然後後來他的一個隱密不受老是說 目前那個司法單位是選擇 大概從高雄監獄還有像那個燕巢分間 還有像高雄的明陽中學 還有大寮的養護中心 不拖這幾個地方 甚至剛講到說 將來他易服社會勞動這個內容 有可能他目前傾向 據說是一般社會勞務 或者是一般的那個文書作業 再怎麼樣都讓大家覺得說 陳志聰好像佔盡便宜 因為陳志聰打從服役一直到現在 大家都覺得說他享受特權享受慣了 你看他像剛剛那個江龍哥講的 他打的算盤就是你看這個我手上算 幫他算一下時間 6個小時抵一天 一天最多可以就是服12個小時 他到45到68天他就可以服完 因為他是判三個月 就是90天 到11月25日登記什麼 就是立委登記 中學會規定的法定登記時間 只剩下79天 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時間 急迫性他也很急 不然小孩子很拚 很趕 所以他也擔心說有個什麼萬一 所以我也擔心說 江龍哥剛剛講的 到時候如果不如他的所願 藍營政治追殺 怎麼樣去封鎖他 卡住他 有可能人家就這樣操作 不會啦 剛才江龍哥說的 像在那邊名模 沒有一個人的爸爸是總統嘛 誰的爸爸是總統 對不對 這跟郭董事實在標準差中的 對啊 不然他就有特權啦 我覺得憲民講的都對 但最主要就是怕他的人身安全